今天的新北美食通要介绍在永和区经营超过十几年的上海小馆 这家藏身在巷弄里的餐馆不但被老涛视为必吃的上海料理 更是很多人怀念的家乡味 其中有一道腐乳肉堪称是上海功夫菜的代表美食 细火炖煮三小时让五花肉不油不腻 几乎是客人来到这里的必点好菜 正宗的上海美食哪里找就在永和的小巷弄里 尝着让人难忘的家乡味 所谓说上海菜 它这个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上海菜 永和冯基上海小馆在地老字号餐厅 也是很多人必吃传统上海菜的第一首选 其中韬客们的最爱腐乳肉 几乎是不吃不渴的好味道 去市场当天才过的五花肉 大厨翁玉夫说腐乳肉的主要食材是肥瘦肉香煎的温体五花肉 加上葱姜还有中药材八角炒过 最后倒入了南乳调上红麴均匀混合后 淋上由鸡骨豚骨所熬制12小时的高汤 细火慢炖三个小时 其中还要不断为肉块来翻边 成就耗时费工的工夫菜 一层油一层肉 然后经过我们放一些特殊的配方下去烧 烧了三个钟钟之后 就是里面的肉吃起来非常的嫩非常的香 所以还有 就是说有一些老客人喜欢吃那个家乡的口味 像那个你说特别的调味料 因为它有南乳嘛 对对对 那因为南乳台湾就不好买 所以为了南乳时还特别到其的地方 对 所以南乳我们特别到去拜访了很多的市场 最后终于被我们找到有一家 就是专门那个南乳就是去香港做 刚好烧起来符合我们那个吃虎肉的口味 三个小时的炖煮过程 南乳加上红麴酱渗入了肉中 不但是香气四溢 肉块更是像豆腐般不费力气就能扒开 不油不腻入口即化 或是搭上了荷叶包夹着肉片和蔬菜 可是不少老饕的最爱 带一点嫩Q 但是呢又不会黏牙这样好吃 也不会很咸啊 那味道呢 味道当然是非常好啊 这是这里的名菜啊 当然来都会点的 所以你每次来都必点 每次来都会点没有错 它不油又入味 所以吃起来 你自己觉得感觉到说 哦这个俘虏肉真的很好吃 所以不会有任何油腻的感觉 对 不然我们总会吃这么肥的东西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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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上海菜烧炸烩等做法 大厨翁师傅可是惊艳老道 还有一道行家必点菜色 清卸粉丝宝 将料理手法及至展现 挑选年轻宫蟹 加上大火热油炸过 葱姜大火快炒黄酒提味 再淋上高汤 大火焖上三分钟 才能烧出料鲜味美的料理 螃蟹绝对是新鲜的 早上现沙的 火的现沙的 第二个我们的高汤 高汤就是有 高汤我们有鸡的骨架 还有大骨 还有我们猪脚下去熬 那个高汤然后再配 配这个螃蟹 然后再配到我们有一些佐料 就烧起来非常的清香 所以是高汤去佐这个海鲜 然后去提升它 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海鲜本身就已经有鲜味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高汤 刚出炉的红色蟹肉 肉质鲜甜 再加上粉丝吸满的汤汁 香滑顺口 让不少韬客 朝时暮想 这道海上鲜 我们尝尝来吃这道菜 因为去外面吃过都不太好吃 我去好几个地方吃 煮起来糊糊的 它这个又清淡又新鲜 好吃了 这道菜一定要加粉丝好吃 它红烧烧起来 还没有这样子好吃 红烧也是很棒的 翁师傅强调食材鲜味道就会对 像是这道菜单上没有的红条石斑 是老主顾才知道的秘密菜色 红条是石斑的一种 大火炸过后 和蒜头青葱快炒 加上豆腐和高汤 大火炖煮 带出鲜鱼的好味道 对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 这个食材一定要新鲜 这个红条是 红条就是石斑类的 深海里面的石斑 它红色的 不是养殖 因为现在人 现在人就是说 鱼的慢慢慢慢减少 所以我们还是要不管怎么样 还是要给客人吃到 新鲜 营养 没有污染的鱼 用红烧方式烧出来的红条石斑 红烧味掩盖不住鱼肉的细致 咸甜口感 实在让人很难忘记 这套菜单上没有记录的私房料理 吃多了以后再到别样去比较一下 的确是这边比较地道 就是上海家的味道 对 隐身在永和区巷弄里的上海小馆 几十年来味道始终如一 大厨说这几年来 餐饮界汇集了众家料理精华 却容易让菜色失去传统味道 餐馆不是不求创新 而是要保留食客记忆中的好滋味 到小馆来找他们念念难忘的家乡味 记者整理报道